女人掐住她的大脖子 仿佛快要窒息 一旁的白性女种人吓傻了 可朵拉的小眼神突然变了 看到闺蜜紧张的样子 朵拉笑了起来 她拿出小番茄酱 原来是场恶作剧 可笑着笑着 朵拉有点不太对 她全身开始剧烈愁愁 一个星球里直接翻倒在地 在起身时口吐白沫 宛如小癫痫 女人又被吓蒙了 怎么事儿 朵拉再次笑了 这又是一场恶作剧 但也太逼真了吧 小低腿都被尿湿了 朵拉还乐呵地往前走 手拍在小餐桌上 突然着火 一杯凉水就干了过去 老天夜外 那朵拉罕见得又笑了 原来是个小假症 闺蜜觉得朵拉有点不当然 但朵拉却不以为然 她走到卧室去爆米花 没走两步 电视突然亮了 她有些害怕 想叫来闺蜜 但女人表示 肯定是老把戏 她走过去关闭电视街 刚要回头 又被打开 这次她直接拔了电视的小店员 刚要走 再一次打开 她觉得这可能是长恶作剧 没有太在意 电视里有一口王府警 和一位长发黑衣 她转过身再次回头 那电视居然流出了口水 那长发黑衣慢慢地走近 她竟然直接爬了出来 朵拉愣住了 爆米花直往嘴里怼 下一秒 长发黑衣控了控水 黑衣没有理会 举着双手向朵拉走去 朵拉哭尸一炮 直接把黑衣干倒在地 抓着她圆圆的灯 还想扑腾 朵拉拳头一摇 嘎本一气上钩 那黑衣直接干趴在地 大鞭腿嘎本一闹门 黑衣怒了 反手一泡子 起身俩当腿 闺蜜蜜 闺蜜表示不再相信 拿着电话走进了闺房 却发现朵拉消失了 她望向周围 慢慢地走到了沙发的后面 这是一个和真子通过局的女人 闺蜜帮她摆正体位 朵拉男友脏饼 不相信女友死了 她走上去开始做行肺复苏 她尝试用大嘴巴子叫醒她 小黑她爹看不过去了 上去就是一板的 她拿着小木板哭吃就是一下 随后那小嘴巴子再次开轮 再轮了一个礼拜天后 朵拉的小裤衩直接干到了小姨子头上 一旁的白姓男众人 拿着电线搭了这火花 直接插了上去 一声爆炸 男人直接被扔出床外 闺蜜来到事发地点 寻找朵拉的死亡原因 她在沙发上找到一角录像 插进DVD后 里面出现一口王府井 下一秒 又变成一个美女在树她的烦恼丝 接着就是格老尊 她还看到女人跳河 却掉在了树枝上 突然画面消失 而电话却响了起来 小美接通电话 那电话里说七天后来取她的性命 小美忙了 她立马找到当地有名的驱魔大师 很明显 大师妹有点东西 小美把录像带拿了过来 大师妹的助手打开电视机 里面出现一个碉堡 突然 那个女人又出现了 那她的鼻子上多了只苍蝇 小美伸出手 即把那苍蝇拿了下来 当她手一松 那小苍蝇竟然又肥了回去 玩呢 跟着卡比鸡呢 师妹拿起苍蝇牌 跑草怼的过去 跟那真子的鼻子都干歪了 那小还鸡来得也挺快 这一口年痰 给师妹彻底干怒了 那真子还跟她装傻 师妹直接拽出真子 哭哭哭一顿嘴巴子 助手赶紧上前拦了下来 可师妹却越想越来起 她再一次上前 一把抛掉了真子的修法 临走又动了一炮子 小真彻底被打扶了 回去后 小美通过网络 寻找录像里的灯塔 在河南上美国市 小美真的找到了 进去后 看到一位奇怪的老头 她说真子是她的女儿 因为从小天生邪恶 杀了自家的畜生 还总抢她妈的遥控器 于是她妈就把她妈的女儿 扔到了她妈家的深井柄里 但她妈没有想到 女孩留下了一绝录像带 谁看谁就死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缝住那口王府井 直到真相后 小美来到男友家寻求帮助 无意间发现她家的地下室 居然就是录像中的事发地 女人不小心碰到身后的柜子 散落的玻璃球 居然向地面中间汇集 女人掀开地毯 拿起铁锤 广当大侄子被送走 她又拿起开山斧 对着地板一顿小杂鸡 掀开地板后 发现一口王府井 她护下身子查看 又感觉身后有东西 小美转头 人呀 再转头 没看到 她梦然一转 老天爷为 真子哭吱一炮当见面里 反受嘎本一小嘴巴 拿起狼头 刚准备广当 停电了 重新再来 真子举起小邮鞠 小美也不甘示弱 她一拉开 不放弃 果然 十个女人九个傻 真子兴奋地轮起小邮鞠 广当 一下天花瓣干掉了 小美拿起铁锹就楼堂 真子临危不乱 劫持了小美的侄子 男友见识不妙 拿起一把大斧子 指子一看大斧子 干忙抱住了真子 请我翻落门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房侠徒儿 酒底增访 啊不 立地成佛 真子被感动得流下了泪水 随着一束光 燥在了真子的心球脸上 老天夜晚 她居然变成了 安吉了baby 还说是他们用爱 给了她关怀 那当然是假的 嘎 真子被送进了王府井 男友用磨盘封住了井口 真子被成功封印 不久后 小美和男友举办了婚礼 修求环节 一位78岁的老大爷 拔得头筹 相信他的余生 丁慧安享晚年 我是荔枝电影 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